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做的就执行之后你会发现 你可以在这个根目底下可以看到结果 但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是放在 image 你可能如果你的路径 假如跟我不一样 或者你可能要放在别的路径 你可能要改一下 f 等于 open 后面这个地方的路径 或者甚至你可以给他一个绝对路径 比如说 D 跌 C 跌的哪个地方 也是 ok 的 如果我要改什么呢 比如说我第一个 我今天第一个想要把它改成就是说 刚刚讲的这边有六个 page 那其实我只要一个 page 下一个 page抓的方式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只需要什么 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方 一到六的话 它其实只要点了下一个页面之后 它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上面的网址 有没有 一变成二 二变成三 一直到六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其实就是传递所谓的 URL 参数 URL 是网址 上面的参数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一般比较普遍 不过这个方式有个缺点 就是都被人家看光光了 所以如果你要传 URL 参数的话 大部分都是没有安全性 或者是隐私的问题 才用这种方式 所以有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是 奇怪为什么我 点了某个东西 上面参数没有变化 那种方式的话呢 就不是传 URL 参数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登录帐号密码 你会在帐号密码上面不会显示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就不是用传递这种参数 那它传什么呢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所谓的叫 POS 那如果你是传 URL 参数 它的方法叫做 GET OK GET 的话其实有点像 我抓到 我要怎么抓 在台面上抓 就 GET 那如果说我现在不是台面上 我是在台面下传参数给你 什么意思 意思有点像 我把它装在信封里面 再给你 那别人看不到 那那种方式叫 POS 所以 还有在 Request 里面 最常用的是 GET 另外还有就 POS 那 POS 什么地方会用到 就我刚刚讲的 只是说呢 什么怎么样用 我找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用 绝对有 OK 那也就是说 POS 就是把那个参数给打包起来 那个叫 POS POST POST OK 那看看后面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范例 可以跟各位做说明 我记得好像 我云端上也有那个 看一下 其实好像有一个是那个什么 开放资料 我给它找找看好了 我再跟各位说明 就是有那个用 POS 方式抓资料 OK 然后 刚刚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是用 GET就可以了 因为它看得到 所以我只要改一个地方 改哪个地方 你会发现 就是把这个一有没有 变成二 所以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那我只需要变 那变数字范围在哪 就是一到六 那一到六怎么产生 很简单嘛 你就跑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I用过了 所以我们用什么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一行 上面加一个回圈 叫做For I in range 我还是用I用过了 所以说For I in range 那那个范围的话呢 我们需要是从一到六 一到六 那就是一开始 逗点 后面要多少 七嘛 七停下来 OK 然后一个冒号 好 那这样J它就是一到六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把底下的程式全部选取 按一个TAP键 因为底下做的事情都在这个回圈底下 OK 好 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那个 这个 这个是E 这个是E 变成J 所以我们要把它Delete掉 然后后面加一个加串接 那个J 不过呢 前面是文字 那你这个J是数字 所以你需要转型 那怎么转型 加一个STR 强制把那个J这个数字 把它改成这个 把那个数字改成文字 OK 那记得那个瓜糊的数量 瓜糊的数量 这边 OK 好 那这样的话其实OK了 可是你现在如果Round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 先第一页 然后存档 你的那个 图档名称 也是01到12 可是第二页呢 也是01到12 那会不会直接 它有可能是 会帮你加一个瓜糊 我不知道 应该有可能 如果同名的话 没有 它应该会 我试一下好了 执行看看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image里面的图 不然你可能要自己手动先删掉 删掉之后我们来弄弄看 我不确定这样OK 那大家执行一下 有啦 诶 对 它应该 我看一样应该理论上 检释 详细资料 最后还是那12章 因为第一页到第二页把前面12章 因为同名 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动变成瓜糊二 不然变瓜糊二、瓜糊三 这也怪怪的 所以呢 势必你需要怎么样 把它改 改成什么呢 也许是第一页就01、01 01、02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改 比较简单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J 有没有 J放哪里 其实就放在档案命名 有没有 档名就是这里 Open这里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它的规则 规则的话呢 是01、02、03 1到12 那所以哦 其实你只要这样子 把这个大瓜糊 C 然后在前面再贴一个 这个是forJ的 这个是forI的 OK 那I不动嘛 I一样这一个 所以我在这边再加一个J J斗点就可以了 J斗点 意思就是说 当我J是1的时候 1的时候 那我就是直接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变成了 因为它格式 我是给它是 变00 两码 如果遇到1的话 它变01 那如果2的话呢 它变01 那后面呢 一样 这个是forI的 所以特别是 这个大瓜糊 是用来格式化J 后面那是格式化I的 所以格式化结果是01 有没有 01 然后下一个01、02 那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冲突了 好 然后 理论上应该OK 可以理解吧 这个刚刚就改了两个地方 加了这个J 有没有 然后 后面这个串一个 J到它后面 就是王子 然后并且修改它的命名规则 OK 这样应该就OK了 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把原来Images里面的那个档案全部删掉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再转一下 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01、01、02、03、04、06 一直到11 OK 理论上应该就全部下得下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预期啦 甚至你可以预展看看这个图示 OK 全部都下来了 所以其实啦 这样的方法应该会相对比起用人工的方式 应该会快不到多少倍 尤其是你网页图档越多 那速度大概相对越快 OK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总结一下 其实我刚刚主要就是做几个地方 OK 第一个 我在这个request.get的上面加了这一行 forJ enrange 有没有 然后并且把后面这个E 改成串接一个J 就是这个J 就是用来 去修改它的那个URL参数 第二个的话 因为它的档名不能全部都一样 所以我又加了一个大瓜符 OK 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再加一样 所以其实复制过来 然后并且在formance里面再提供给它另外一个J的参数 这个J的参数其实就格式化前面的这个大瓜符 这个I 加一就格式化 后面的这个大瓜符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请各位试试看 我画面刚刚没切 试一下这个部分 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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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